听说你有喜吗 可不咋的 吃了李大夫一个苗成的中药 哎妈呀 这有怀生啊 妈 今天我媳妇生了 九斤六两 好玩的 没有孩子怎么办 赶紧去新兴医院 新兴医院就是好 去了保证生个大胖小 你说今天怎么这么巧呢 这电视上放的全是生孩子的事 全世界都知道 我前身份还没孩子是不是 星兴医院 你听听这名字 知道是治疗不孕不育的 不知道的那就是个宠物医院 星兴医院 来 师傅 这中药好了 来 抓紧时间趁热喝吧 哎呀 我的天 哎呀 太逼了 大姐夫 你给我熬这个生孩子的药 也得四年了吧 嗯 四年了 太苦了 你说咱爸咱妈也是 干嘛让你天天盯着我 还监督着我喝 这就这么苦的药 是不是啊 这还不是为了让你们家 阿尔米利儿怀上宝宝吗 哎 那怎么不让阿尔米利儿喝呢 那不能让阿尔米利儿喝 这药太苦了 我都苦了五年了 大姐夫 师傅啊 人家二米利儿到医院检查过了 人家没有问题 大姐夫人也没问题 那不好说 哎 哎 怎么不好说呢呗 不是 我那意思是说呀 师傅 这药挺好的 我都已经考察过了 这药啊 强身健体 喝吧 跪着呢 这药 是太苦了 喝吧 喝吧 哎 大姐夫 你替我喝了吧 我替你喝像话吗 我要能替你喝 我能替你生孩子啊 这不够意思 你喝不喝 我不喝 你喝了它 你不喝 我倒了它 哎 哎 哎 你倒了它 你 哎 我要不是为了是怕浪费钱 我才不替你喝呢 我跟你说 哎 你替我熬了五年的药 替我喝了三年 我跟你说 其实这药挺好的 怎么呢 真的 这药劲挺大的 你怎么知道啊 你看 我喝完以后 大冬天我去物业值班 我穿着背心我都不觉得冷 哟 又行 你又爱喝以后你全喝了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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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饿死了 哎呀 嘿 松仁玉米 哎呀 哎呀 哎 哎 师傅 这不叫松仁玉米啊 这 妈说了 这叫多子多孙 妈就是刺激我的 哎呀 就是刺激我没孩子 我不吃行了吧 我吃这个 黄豆芽炒黄豆 哎 这不叫黄豆芽炒黄豆啊 妈说了 这叫母子相会 哎呀 你说我这个岳母啊 就天天盼着我生孩子 生孩子 你说这菜还改了名了 我吃饺子 饺子什么馅 饺子今天馅好 六种馅呢 也有名啊 有 大米日 小米日说了 这个叫做身怀六甲 大姐夫 你就跟全家人一起 你就欺负我吧 我不就是到现在还没孩子吗 干什么呀 我不吃了行了吧 我不吃了 别别别 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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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今天这是怎么的了 这是 哎 这是干什么 吃个饭还都改成这名 还神怀六甲 哎呀 顺夫啊 你呀 也别太着急了 知道吗 这世界是公平的 该是你的 肯定是你的 你放心吧 说不定这个宝贝 正奔跑在来你们家的路上 奔跑爸兄弟啊 不是 我那意思是说吧 得讲这个缘分 你现在没孩子呢 说明这个缘分还没到 你像你这种情况 缘分一旦到了 你大老板 不生是不生 一生生一窝 哎 我怎么还一生生一窝呢 我什么都窝我 不是 我那个意思吧 行了 大姐夫 你不用劝我了 我都明白你意思 吃饭吧 我吃了 说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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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你等一会儿再吃呗 别等了 我都饿死了 不是 你大姐还没回来呢 哎呀 大姐又去哪儿了 她今天到医院检查身体去了 那医院人家中午不吃饭呀 到现在还不回来 不等了 不等了 等一会儿呗 不等了 你媳妇还没回来呢 等一会儿 电话 电话 喂 问问她什么时候回来 喂 老公 哎 哎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检查完了 我告诉你啊 怀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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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大姐在说啥呢 她说怀孕了 你刚才说大姐去哪儿了 去医院检查身体去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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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你打回去 打回去 再问问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哎呦 我大姐 我大姐怀孕了 哎 哎 哎 你这是什么表情啊 你不高兴啊 心情很复杂 不怎么了 大姐怀孕了是好事啊 你干嘛那么不高兴 不是 我们没做好 要孩子的准备啊 我们没要孩子啊 再说我们一直采取的措施呢 哎呦 她还没做准备 你没做准备 你没做准备 你大女日都怀上了 我跟我媳妇都准备了六年了 什么都没怀上啊 哎呦 我明白了 还还还 我们家孩子奔跑在路上 那是跑丢了 跑你们家去了 哎 一生一窝 我就琢磨呀 我属猴的 怎么可能一生一窝的 我想起来了 我大姐夫他属耗子的 你也生一窝啊 孙芬啊 我明白了 啊 中药起作用了 这中药劲儿太大 我觉得也是 我吐出来 你吐出来 你管我孩子 我回头我再给你 你管我孩子 我回头我再给你吐 你回头我再给你吐 你回头我再喝我的中药啊你 瞧着啥呢 我还没进屋 我就听着你俩在这儿孩子孩子 谁家孩子丢了 媳妇咱家孩子丢了 咱家孩子奔跑在来咱们家的路上 半岛上大姐夫给劫走了 麻烦了 鸡巴嫂子 他姐又吃饭 不饿了 好好好 吃饭吃饭 哎呀吃吧吃吧吃吧 就知道吃啊 咋去了 没吃药啊 吃了 他今天刚吃完 那喝的是汤药啊 还是喝的强药啊 告诉你一个悲痛的消息 你大姐 大米粒人家又怀孕了 啊 哎 你等会儿 这就怎么说话呢 你大姐怀孕了 这怎么还成了悲痛的消息呢 我扎大姐呢 哎呀 你看看大姐 你看人家那大脸盘子 大身段 那就是当妈的脸 哎呀 不像有些人光打名不下蛋呢 啥意思呢 你小姐妹啊 我这一进屋 你就一句一句跟谁俩呢 我说我自己呢 我说呀 我没长一个当爹的脸 是啊 你是没长一张当爹的脸呢 你长得跟孙子似的 谁跟你争了 哎 哎 哎 怎么的 我说你 你还冤枉了你 啊 你看人家大姐大姐夫 结婚不到一年 人家妞妞就出生了 你小姐闭嘴吧 人家现在 你闭嘴吧 你不就是因为没寒 你心里不舒服吗 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还有跟你没关系吗 你跟大姐是一个妈生的 亲姐俩 怎么的 人家那块地 怎么这么肥肥 你那块地 严检地啊 说谁严检地呢 说谁起来呢 大姐夫 我告诉你钱师傅 我阿姆林区医院检查过了 我没毛病啊 我让你钱师傅 你检查 你检查了吗 我也没问题 我大老爷们 优良的品种 谁给你定的优良品种啊 哪儿怎么那么大呢 就你长的那小土豆秧子 你自己以为 自我生出习惯呀 哎呦 我能不能生出习惯 行了 你别说话了 顺风 二米你说的是有道理的 别生气啊 顺风啊 人家二米说的是有道理的 你生孩子是两个人的事嘛 对不对 你是得检查检查检 对不对 万一你那个样子要是不新鲜呢 就是 全家人都刺激我 是不是 我检查什么呀 我检查我没问题 没问题你喝药 我喝什么药 我喝药 药不都让你喝了吗 大姐夫 我没想喝 他不喝 我怕浪费了 喝你喝 看见了吗 这就是疗效 我妈我爸花那么多钱 给你买的汤药 你都让大姐夫喝了 你真行啊 钱师傅 我告诉你 就趁你这处 咱俩在辈都不想还上孩子 你就学着去吧你 你这事能赖我呀 二米 你别生气啊 你还赖我 你别说话了 顺风 你还吃什么人 你干什么呀 顺风你怎么了你这是 什么事都赖我 不是你别说话了行不行 你哪有这么跟他说话的呀 太不像话了你这是 是大姐夫 我能不着急吗这事你说 全家都替我着急 我再不着急 我成什么了我 大姐夫啊还有你 怎么的 你就刺激我吧你 啊还没做准备 没做准备你都怀上了 我的我的我告诉你 怎么的 教教我呗 大姐夫啊 你是我的亲姐夫啊 别的什么方面我都不服你 这方面我服你 你太厉害了 大姐夫为了我们老前家的香火啊 你就无私点啊 你都传授给我呗 大姐夫 大姐夫 我听我跟你说啊 你跟我说说 正好今儿没人 姐夫跟你说两句话 其实我觉得你跟二米啊 都没啥问题 是吧 你们俩这么多年没样上宝宝 我觉得是你俩心理压力太大 太紧张 有关系吗 有啊 这个人一紧张啊 他就不容易发挥 你放松 你放松了 你才能发挥正常水平 还有啊 夫妻之间的感情得融洽 对吧 彼此得好好相爱 我明白了 以后我不跟他打架了 我装我也能装得出来 装干什么呀 你得发自内心的去爱他 好好好 还有锻炼身体 锻炼 你看你这每天晚上喝大酒 你看这肚子 对吧 是 锻炼身体 你的身体好了 那宝贝的身体也好 你放心吧 我一定锻炼身体 早睡早起 还有一个最重要 你说 这个中药啊 你必须得喝 现在看来这个中药 劲儿挺大呀 太贵了 你马上去熬中药 好 我不光把汤喝了 你把药渣都给我留着 药渣干啥呀 我晒干了 当锅吧吃 那你提醒我 我哥 我哥老婆 回来了 你手机咋还关机了呢 我没电了呢 我干了别干了 来来来 快快快 你别说话了 你赶快坐着 把鞋脱了 换上拖鞋 你别动 你别 你慢点 你别动着胎气 你知道吗 我拿胎气 你不是怀孕了吗 我 我没怀孕呢 这有什么不承认的啊 刚才电话里 我都听见了 怀孕了 怀孕了 不是 我刚说两句 不就手机没电了吗 我今天不检查身体 然后呢 天上一把他换眼单 就取回来了 我打开一看呢 猜怎么着 二米怀孕了 二米怀孕了 大姐 你就别在这刺激我了 你没完啦 还 顺风 你咋还不信呢 这换眼单 你自己看 你看是不是 你自己看呢 你看 哎呀妈呀 是吗 看见了吗 你老婆 警方林女们 我怀孕了 给我换呼吧 四分啊 四分你要冷静 冷静啊 冷静 赶快把这个好消息 跟我往二米 好的好的 快快快 赶快 二米粒 媳妇 媳妇 你有完没完啦 有完没完啦 怀孕了 你有病吗 我看你们 以后咱家有一个算一个 以后别叫二米粒了 就叫严谨弟 爱她当地 媳妇 你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你怀孕了 给我上一边去 不是 你别走 你看看 你看看 这是什么 呀呀呀 操天哪 扶着我 我不是 你把这张派遣蛋 拿金块给我表上 挂起来 挂哪啊 小区门槛 大姐大姐夫 把这事宣传出去 一定要让全小区的 每一个人都知道 我二米粒 怀孕了 大姐大姐夫 替我们家二米粒高兴吧 高兴 好 以后你们两口的伺候她 就是二零一七年 你们工作的重点 明白 大姐 不光把她的衣服洗干净 要消毒 好 大姐夫 科学的膳食是你的任务 好 媳妇 你想吃什么 你尽管说 蒸羊膏 蒸熊掌 蒸鹿影 生花鸭 我明白了 大姐夫 满汉传喜 放心吧 站起来 站起来 媳妇 休息 咬着 哎 哎 一定 一定 干起来 啥事也没管了 放心吧 有你大姐夫呢 干起来 媳妇 干起来 干 干起来 哎 老公 不这样 二米粒怀孕 咱俩忙成这样 是干啥呀 别说了 快 干起来 你这么冷天 你脱成这样不冷啊 不冷 我现在还出着汗呢 你咋算是大镜头子你呀 可能是中央劲上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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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